大家好,歡迎繼續回到有問必答的環節 在我身邊換了我們要財證券市務總監郭師志,郭Sir 郭Sir,你好 你好 郭Sir,在回答家庭觀眾的電話之前 先回答Email方面的問題 Yvonne想問一下67號旭光國際旭光高新材料 他就在比較高的位置,1.88元買入 想問一下你,應該等待回家鄉 還是轉到其他股票 見到旭光高新材料 今天就在做1.52元的位置 都在捱多少價位,郭Sir 暫時來說,我想等等比較好些 中期的純利有8.38億 其實情況都不是太過差 如果你說的估值,以往式來說的市盈率 都是單位數字五倍多 在這裡也說過很多次 玉光做了一些芒燒的產品 何謂芒燒呢,奶粉的粉末 洗衣粉的粉末,那些都是芒燒 其實這是比較多人可以做得到的 但最重要的是做到一種叫做PPS的高鹽索料 其實不是間間廠可以做得到的 這種是一些內言的索料 即是說防火方面功能比較強 大部份都是國防那邊用的比較多 基本因素不是太過差的 只不過是一個8元多買完之後 沒有做少許風險管理 就過了去算數了 現在這一分鐘就磁形保態 一個星期的低位1.49元 一個月的低位1.47元 即是說技術上防守性 都仍然不是太過差 直到現在這一分鐘 我自己覺得最好就是磁形保態 當然有資金好不要再加住 我覺得暫時就不要絕了 因為交投也比較少 即是說暫時沒有什麼大氣候到的 但是未來市場要走上去 最終股值低的一眾二線股 始終都要隨勢而行 不過就要給少許耐性了 希望你持貨的能耐 暫時可以先保持這首貨 謝謝郭Sir 也很感謝Yvonne的電郵 郭Sir先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梁小姐 梁小姐你好 981 謝謝 981 有沒有貨的呢 有 看上網多少 市場 你多少錢賣入的 6號 郭Sir 看到981中心國際方面 暫時6號1的價位 今天升了超過一成 那梁小姐買入的價 就跟現價差不多了 應該怎樣部署呢 如果你說一個星期的高位5.7元 一個月的高位5.9元 技術上來說呢 今天是有一個突破的 但是981中心 我這個股份 其實由去上市 掛牌那一分鐘到現在 這麽多年我從來沒有推介過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它沒有一個好日子 一掛牌就已經在水底 潛到現在還是繼續潛 不過好像近期來說 有一點點是回暖了 就是斷定下來 有一點點是技術上的反彈 初步的阻力 應該是大概6號半到6號6左右的水平 這個也是你暫時的上網目標 第一就是拿著一點點貨 就看上去好了 千萬不要加著 因為中心股價的表現 一直以來都是弱於大事的 好啊 麻煩郭瑞 多謝梁小姐的電話 下一位家庭觀眾 又是何小姐的 何小姐 你好 你好 我想買8161 900日元我聽了 好啊 8161方面 想中線持有一個是短線的 有貨的 豪二半華彩空股八字頭的世界股 暫時去到一毫九仙四的位置 郭Sir 策略應該怎樣定番 有機會轉到主板 這個是一個驚喜來的 始終來說 如果真的有機會轉到主板的話 大家一定有些憧憬的了 沒錯 對的 豪幾指的股份搏對了的話 擺得的指贈位繼續向上網 這個是比較合當 如果你問我的話 可能就豪八指 暫時來說定在豪八 不跌穿豪八 不就繼續向上網 如果你說真的有機會 再查一旦轉主板這個概念的話 股價無升上兩毫幾指 絕對不為過 聽清楚了 一旦翻上兩毫一 或者以上的時候 將指贈位就輕輕擺上一毫九仙半 或者兩毫指 就是說預留大概5到8%的空間 給它反覆 不過你要盯緊的 豪幾指的股份有時候回到上來 都挺快的 挺令人驚慌的 只是說現在的情況 都未去到很熱很熱的階段 就這樣吧 現在這一分鐘暫時來說 豪八做個指贈 就先上網兩毫一或者兩毫二先 好嗎 好 何小姐還有沒有其他問題呢 200的 200 有沒有貨的 20元買的 好 20元買 新豪國際發展暫時21.9的位置 見到豪道股最近都繼續有個憧憬在這裡 應該怎樣部署啊 國常 仍然還是咬著高台的 因為一天中國政府仍然是 政策方面全方位的支持澳門特區經濟發展 一眾的博彩股 仍然可以繼續向上 逐尋高位的 股值高方面當然是拉高了 沒有辦法了 因為市場氣氛似乎是有利於 這個板法進一步推升的 22元是一年來的低位 也是暫時的阻力位 技術上現在21.9 差一毫子 如果能夠成功突破22元的話 目標呢 你可以將它放在23到23.5元 可不可以設指贈位呢 其實不是說不行 不過如果你20元回來的話呢 我覺得指贈位放在21.5元就比較合當了 暫時就以21.5元做個指贈 目標先是上網 22.5到23元先 因為累積的升幅已經不小了 在一個沉頂之餘呢 都要留意風險的管理 就是說一到指贈位 所以不需要只賺呢 就看你自己了 我覺得賺了也無妨的 好 多謝何小姐的電話 聽到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高小姐 高小姐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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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問什麼股票的呢 我想問一下5號呢 為甚麼它這麼低呢 現在越來越多 是 你自己有沒有貨的呢 沒有的 想買今天 買貨 買貨 好 八十三個七毫半的位置 煙市 是否一個吸納的梁姬 郭先生 買匯控呢 其實如果你做一個中線的部署 我從來都沒有意見的 這一陣子由八十萬元左右的水平回落 技術上是一個升後的回調當中 況且整個大市 暫時來說都是咬著十天和二十天線 就是說整顧不前 跌了跌不到多少 老實說 因為市的形態 仍然相對比較穩定 八十三個嶺買匯控 其實來說 就不要保持一個短炒的心態 中線一點 問題不是那麼大 你可以分階段慢慢去買 一個月的低位本來是八十三個六 現在技術上 距離來說都是差一毫子 如果嚴格來說 有少少反覆而跌穿了的話 下一個防守性據點 是會拉低一點 那麼多去到八十二個半左右 不過當然知道 你八十幾元的股份 一元幾毫子的反覆 是很正常的 希望你能夠分住慢慢吸納 做一個中線的部署 現價來說 14倍往績的市盈率 四里的股息 股值不高 高小姐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我還想買一隻622 是 自己有沒有貨的呢 沒有貨 但是想買 買不買得過 好 威華達控股 暫時就一個八毫三的位置 見到由之前三毫的位置 跌下來之後都沒有反彈過 郭Sir 這一隻應該怎樣處理 我就不買了 因為技術上來說 始終還是處於一個逐層低位的形態 還有距離一個月的低位 一毫七千七是很接近的 現在的範圍要留意 一毫七千七一個月的低位的防守性 一旦跌穿了 進一步下市可能一毫半指 甚至更加低絕對不出奇 毫幾指的股票有時很難做分析 第一 基本因素一般來說比較弱 第二 你毫幾指的股票 升兩毫子已經有十幾個百分之上升 跌兩毫子可能十幾個百分之下跌 重要 升和跌其實是很快 可能你想一想的時候 它已經走上去 所以最重要是不要太大手 第二 如果純粹是炒作的話 不要緊 你當然希望上網兩毫子或者兩毫一 問題就是買錯了的時間 一回頭什麼價值的支持 這個很重要 現在這一分鐘一毫七千七的支持 一旦失手 股價進一步下市一毫五千半 或者一毫六點 絕對不出奇 你真的要買的話 都是細注的 千年不要大注 好 謝謝郭Sir 郭Sir 電話比較多 簡單多多兩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范小姐 范小姐 你好 早晨 早晨 我在買的連想 7.3有副 現在加價值 7.3有副 現在想加價值8.1毫半的位置 可不可以加價值郭Sir 可不可以先等等 因為一個月的高位是8.3 去到8.3就有少少是受阻 不如這樣 索性等它升破8.3 見到8.4 8.4毫半 你寧願客市再加價 現在如果不能夠 成功突破8.3 或者真的在8.3 阻礙前面有壓力的話 可能股價 搖著搖著搖著 終於又回市 8元阻礙的支持 暫時來說幅度不會太大 否則市場亦是整顧待變 如果你真的不介意 股價可能有少少反覆的話 現在這分鐘 儘量買點 我沒有太多意見 第一 我看好聯想的業績 第二我覺得 暫時來說 包括個人的電腦和手機 銷程仍是相對比較理想的 只不過人家希望 買平少少的意思 剛好你去到8.3就走不了 如果不回套的話 沒什麼所謂 一回套的話 有時落到7.7 7.8絕對不出奇 分煮買 細煮 不要太大手 好 謝謝 也多謝凡小姐的電話 聽多一位家庭觀眾 電話旁邊有李先生 李先生 你好 李先生 你好 是 怎樣 我想問2601 我在今年2月底 在桂河公買了 買了三柱 在28.5元買了 28.5元 最近又沽出了一柱 現在不知道怎麼搞 好啊 好啊 看泰保方面 暫時28.65元的位置 升近超過1% 應該怎樣部署 這個是一個高台整固的形態 看到30元3.5元之後 就有少許反覆 近日的低位是27.6元 即是大概在27.6元 到30元3.5元 這10%之內 是上上落落 等待變化 暫時沒有什麼特別的啟示 唯一要說的就是 技術上來說 如果一旦跌穿了27.6元 下一個防守性據點 真的會退守到 大概26元左右的水平 如果你拿貨少的話 就沒有相關 等等先 因為事實上整個大市 現在都是整固不前 你沽了貨 它也未必跌下來 或者跌得不是太多 你買了貨 它暫時走不了上去 因為整個市 是橫行整固等變的格局的 問問自己 拿貨到底是多還是少 如果相對自己的現金來說 你拿貨不是太多的 持營保財不要緊 但是你說手上的資金 已經差不多全部買完的話 那就要做風險管理 萬一不對板 當然是退回一點點貨 最重要是持得舒服的格局 暫時來說 屬於一個整固等變 比較具防守性的支持 分別是27.8.5元到27.6元 這兩點你要記住 初步的阻力是29.2.5元 如果能夠成功突破的話 輕輕多一層 像30元到30元3.5元的機會 還是有的 幅度也不會太大 起碼暫時來說是這麼小的 好 李先生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我知金物力不同 其實是不可以加儲的 但是我想問恆大 現在來說 我三毛半買入 今年的三毛半買入 成均價買了兩處 如果現在究竟是等它破位 還是現在加儲了 還是怎樣的情況 是 是 好 3333恆大地產 暫時三個半的位置 升超過百分之一 郭老師應該先行獲利 還是繼續拿著線 我想暫時來說 剛剛好就是去到一個 三個半左右的阻力位 1 2 3 4 5 有五個阻力 這次是第五次 如果能夠成功突破的話 進一步向上網 可能是三個七毛半到三個八 不過當然不知道 如果你拿貨少的話 沒有相關 就收一收 對內房股我始終還是看好的 唯一要說就是恆大的負責率 是比較偏高 如果你拿貨少的話 問題就不是那麼大的 可以等等先 不需要擔心 好 麻煩你郭老師 電話比較多 最後聽到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劉小姐 劉小姐 你好 是 劉小姐 你好 劉小姐 你好 是 是 我要問6 8 6 3 是 是 2個7 6 6 好 可不可以再加碼 好 郭老師 6 8 6 3方面 可不可以繼續持有 可以繼續持有 但是加不加注 就看看你中線還是短炒 你純粹短炒 這一分鐘就不要加注了 除非升破2個8.7元 技術上來說 有少少挑戰3元的勢頭 那一刻你就加注了 在整固等變之中 近期來說沒有太大的驚喜 手掛牌之後 其實開始慢慢慢慢潛水 最低去到2個4.1元 之後摸摸底之後 接著走回上來 講基本因素其實都不是差的 因為它有11萬隻 很美、很優質的乳牛 提供一個足夠的懶緣 去發展山東下游的業務 我都看得前景比較好 不過如果你說純粹是中線的 不是短炒的話 沒什麼所謂 你加注吧 我沒有意見 但是你保住短炒的心態 就先等等 升破2個8.6元 才好再加注 好 劉小姐行不行 還有 489我沒有貨 什麼價位進去 好 東風集團方面 看到有之前12元的位置 現時回落到11.16元的位置 可不可以進去 很尷尬 因為一直以來都是10.06到11元之間上上落落 今天股價已經跌到一個月的低位 坐緊水平 一個月的低位是11.02元 現在是11.12元 跌不跌穿也很難說 但技術上這一兩天 是跌穿了十天平均移動線 形態有一點轉弱 如果可以等的話 稍等一等 買便宜一點都是一個開心的事 這一分鐘技術上來說 10.06到10.08的防守性都不差 就等在那個區間再入市 好嗎 好 謝謝郭Sir 也多謝劉小姐你的電話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會有五次總結的環節 稍後回來再見